青春的记忆 青春是美好的,青春是青涩的。 青春是单纯的,青春是值得一辈子收藏在记忆里的。 李东十六岁那年,在镇里的一所高中上学。 就像那部有名的电视剧里说的那样,那个时候,我们都是十六岁的花季,青春洋溢在整个校园里。 李东在高一三班,高一五班有个叫林峰的家伙,是李东的好朋友。 男孩子的青春多少都会有些叛逆的,他们也一样。 他们俩经常在校园里打闹,就像荷尔蒙过盛似的,总是精力旺盛。 放学后,也还要到处溜达溜达,玩够了才能各自回家。 李东的妈妈总说她没心没肺。 别人到高中都努力学习,以后好考一个好大学。 只有她和林峰,像个傻子似的,好像上大学与他俩无关一样。 其实李东也知道这些,但就是想玩。 他跟他妈说,反正离高考还远着呢。 有一天放学,李东和林峰还像往常一样,一边嬉闹着一边回家。 他们放学回家都需要乘坐一辆公交,路也不远。 大概十五分钟左右的路程。 他们坐车的时候不喜欢坐着,都是一路站着一直到下车。 倒不是因为没有座位,而是坐不住。 就像他们的班主任老师说的那样,他们的屁股长尖了,坐不得椅子。 正在他们随着车子的晃动窃窃私语时,从上车门的方向走过来一个女孩。 一看校服就知道是镇里初中的学生,那女孩戴了一个厚厚的眼镜,看来竟是演的度数不低。 因为他们两个人没坐在座位上,所以在他们身边有两个座椅是空出来的。 那女孩走到他们身边,问了我们一句,坐吗? 李东和林峰相互看了一眼,然后同时摇了摇头。 那女孩就在李东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,然后拿出一本高中数学看了起来。 李东顿时来了兴趣,问他,你不是初中生吗?怎么学起高中数学来了? 那女孩说,他现在初三,明年就升高中了,有时间的时候就想提前先学一遍,毕竟高中的数学学起来,就没有初中那么容易了。 李东一听这话,还真是有点不好意思。 人家还没上高中,就已经知道提前学习了,而他上了高中却还在混日子。 不过这一点羞耻感,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。 那女孩打开书本后,就一直盯着一道题。 李东觉得他应该是没搞明白,李东和林峰都看出来了。 虽然平时没怎么学习,但李东数学还是学得不错的。 那道题他也刚好会做,于是,他就给他讲了一遍。 林峰显然有些惊讶,他对李东说,没看出来呀,你小子还挺厉害。 李东当时毫不客气地吹嘘了一番,把那女孩逗得笑了起来。 一问之下才知道,他明年就是要升到他们的高中学校去上学。 原来是将来的小师妹呀,李东当下拍着胸脯说,有不明白的就问他。 那女孩说好,于是,他们相互留了联系方式。 李东也知道了他的名字,李东也知道了他的名字,叫李青。 此后的日子,李东依然和林峰到处释放着用不完的精力。 尽管他妈总说他,如果把一半的精力用在学习上就好了,可他们仍然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似的。 就这样,转眼就到高二了。 不知怎的,也许是高二的来临,稍微给了李东一点压力。 也许是他玩够了,不想再浪费时间了。 他突然想学习了。 那天放学,他破天荒地没和林峰一起出去鬼混,而是留在学校里上自习。 当时他们正高中的学校,还都是平房,当他背着书包懒洋洋地走过一间教室的时候,能用眼睛的余光,看到里面的学生,齐刷刷地在埋头苦读。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学校晚自习的场景,对他多少还是有些震撼的。 当他从窗外看进去,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 那不是李青吗? 是呀,他应该已经高一了。 他刚想转身往自己的教室走的时候,李青转头看到了他。 他们的目光隔着窗玻璃对望了一下,然后彼此都笑了。 李青和原来不一样了,厚厚的眼睛消失了。 他做了视力矫正,说是高中的学习会很辛苦,这样可以更好的学习。 不过他看起来漂亮多了,漂亮到李东的心脏,在看到他的那一刻停止了跳动。 李东问他数学怎么样,还有没有不会的? 他说有,想让李东给他讲讲。 李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 所以,在他上高中以来的第一个晚自习,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和李青一起研究高数题了。 说来也怪,从那儿以后,李东完全变了呀。 这话不是李东说的,是他妈和林峰都这么说。 他妈看他每天这么热衷学习,乐得何不拢嘴。 林峰就惨了,没人和他一起疯完了。 不过李东一直没告诉这小子,他爱学习是因为李青。 直到有一天,他鬼鬼祟祟的在教室外偷看李东。 可是他看了半天,也没找到李东。 他就叫了一个李东班上的同学问他。 李东同学告诉他,说李东在高一三班上自习。 林峰当时还觉得奇怪,等他到高一三班的窗外偷看时,才发现李东正和李青在一起学习。 林峰后来告诉李东,他当时气坏了,说李东见色望有,交了女朋友都不告诉他。 其实李青并不是李东的女朋友,但不知道为什么,他就是没和林峰解释。 他误会的时候,李东心中还有一丝窃喜。 还是后来李青说破了。 他说他现在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,他一定要考上清华大学。 从那以后,林峰也变了。 学校里出现了一个学习三人组。 他们三个人每天都很早到学校,努力学习,又很晚才回家。 可是如此枯燥的高中生活,硬是被他们三个人过得很开心快乐。 直到现在李东都已经三十了,回想起那段日子,他嘴角还是会不自觉的上扬。 因为他们三个人其实都明白,李东和林峰都很喜欢李青。 李青也知道他们喜欢他,而李青也喜欢他们,但可能也仅仅是喜欢。 可他们谁都没有说破,只是把那份情意深藏在心底。 青春真好啊,那么青涩那么单纯。 后来李青真的考上了清华,林峰考上了北大,而李东则是出国留学。 李青没选择李东也没选择林峰,后来嫁给了他的一个清华师兄。 李东和林峰都去参加了他的婚礼,为他送去了最诚挚的祝福。 因为林过雨,所以想为你撑伞。 在浙江的一个普通小镇上,有一家卖手工面条的小店。 店主是一对刚结婚不久的新婚夫妻,靠着自己的勤劳双手,经营着这个小铺面。 一年冬天的早晨,寒风瑟瑟,当时店主夫妻两人正在店里忙碌着。 从远处走过来一个老人,这个老人长得特别瘦弱,两只眼窝深陷着,眼睛也没有神采,直勾勾地看着夫妻俩面前的面条。 看到有顾客光临,店主放下手中的活迹,热情地打招呼。 老人并没有回答,而是伸出黑乎乎的手,朝面条指了指。 店主见状又问,我家面条是按斤撑的,你要多少? 老人仍然不说话,只是战战兢兢地从衣服里摸出一个小布袋,解开袋口的细绳,从里面摸出一张污渍斑斑的两元纸币。 店主微微一愣,随后接过钱,按力撑了一斤面条,随手又多放了半斤进去。 老人离开后,妻子看着那张纸币,皱着眉头对店主说道,这么脏的钱,怎么花得出去? 店主叹了口气,说,老人一看就没什么钱,估计这两块钱还是他好不容易挣到的。 我不收,就没日收了。 这是面条店主和老人的第一次见面。 此后,每隔两天,老人就会来到这家卖面的小店里,每次都只买两块钱的面条,拿出的钱仍然是脏兮兮的纸币。 店主从没有嫌弃,他照常收钱,称重,然后顺手再多加半斤面。 这样的日子,整整持续了一个月。 直到有一天,看着盒子里一堆花不出去的纸币,店主妻子忍不住抱怨起来。 虽说一次就两块钱,可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,哪能经得起他这样折腾。 店主摇了摇头,随后跟妻子说了自己的经历。 五岁时,店主的母亲就因病去世。 父亲每天在外面卖棉花糖,艰难地维持着父子俩的生计。 大多数时间,就留下店主一个人在家。 村里人可怜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,每天饭点就喊他到自家吃上一碗热壶饭。 而为表谢意,店主吃完饭后都坚持帮人家刷碗。 就这样,在善意中长大的店主,养成了乐于助人,知恩图报的性格。 2005年,高考落榜的店主跟着同学到东北打工。 他因为水土不服病倒了,还是靠着同学们七拼八凑的钱才将他送回了家。 回到老家的店主,在父亲的建议下,离开家乡到这里开了家面条店。 开业当天,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村林,纷纷赶过来捧场。 这让他心里顿时升起一阵暖流。 因为价格公道,不短金缺粮,再加上用料干净。 店主的面条点生意颇为红火。 后来,还是在村里人的介绍下,他才结识了现在的妻子。 听完丈夫的讲述,妻子漠然无语。 丈夫是吃百家饭长大的,力所能及地帮一下别人,自己也不好再坚持什么了。 可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,却让他的心里再起波澜。 一个月后,老人又来了。 不同的是,这次他手里的钱,变成了手绘的一百元纸币。 店主看了一眼正在忙碌的妻子,有些不知所措。 犹豫片刻后,他还是接了过来。 接着撑了两块钱的面条,再加上些葱和韭菜放在袋子里,目送着老人离开。 果然,看到这张假到离谱的纸币,妻子生气了。 这么假的钱你都要收。 那不等于告诉人家,我们这可以收假钱吗? 那以后我们还怎么做生意? 店主将那张手绘的纸币随手放进盒子里,然后开始安慰妻子。 我当然知道这是假钱。 可你看他那个样子,现在连两块钱都拿不出来了。 我要是不给他面条,他就得饿死。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。 我们赚两块钱,总比他要轻松些。 妻子看着一脸真诚的丈夫,无奈地叹了口气。 随你吧。 两天后,老人又来了。 这次他手里拿着的,是一张画有一千元的纸币。 哭笑不得的店主照就接过钱,给他撑了两块钱的面子。 又往里面放了一根火腿肠。 这一幕被妻子看在眼里。 不过,他不再反对。 接下来的一年里,店主每隔两天就会收到老人支付的手绘版纸币。 面额从一百元到一万元不等。 逐渐地,妻子也接受了现实。 有时夫妻俩还相互调侃,独老人下次会拿出什么面值的手绘纸币。 闲暇时,店主还颇有兴致地将收集起来的手绘纸币放在手里把玩。 一番比对后,他甚至惊奇地发现,老人的画工越来越精细了。 最开始的一百元图案和配色都很潦草,可到后来那纸币上的花纹色泽,竟然越发逼真了起来。 妻子健壮,不由得忍俊不禁,再逼真也不能当真钱花啊。 渐渐地,周围人都在传言,这家店主真是磨正了,假得这么明显的钱都收。 后来,有好心的街坊劝他,谁知道那老头有没有钱,估计就是个老骗子,看你好欺负,故意拿着玩意换你的面条。 店主听罢,只是一笑了之,就两块钱的事,就算是骗子,也对我造不成多大损失。 有一天,一个老人心急火了的找到店主,上来就是一通道歉。 实在对不起,我不知道他经常跑你这里来,给你的生意天这么多麻烦。 店主一脸茫然,直到对方说起手绘纸币的老人,他才反应过来。 原来,用手绘纸币买了他一年面条的老人,就是此人的弟弟。 他是买面老人的哥哥。 哥哥告诉店主,弟弟小时候因为意外摔伤导致智力低下,一直都没有成家。 父母过世后,弟弟就一直由他照顾。 2005年,政府给买面老人办理了低保,每月的低保费足够他生活了。 所以,每次弟弟拿回家的面条,他都以为是花钱买的。 直到最近听说这家面条店收了一年假钱的事,这才意识到弟弟可能闯祸了。 哥哥解释说,弟弟小时候就有攒钱的习惯。 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孩童时代。 以为自己花的钱,可以当成真钱一样花。 这也就从侧面印证了,店主手里的手绘币之所以越来越精细。 是因为老人真将花钱当成了大事。 临走前,哥哥提出将这一年里弟弟买面的钱一次性结清。 店主拒绝了。 他告诉哥哥,他的面卖给老人不是为了钱,而是为了能延续一份善意。 同时他又关照哥哥,不要干扰弟弟的行为。 比起这些钱,老人的健康快乐才是最重要的。 几天后,老人又像往常一样拿着手绘的大钞到店主的店里买面条。 而店主也是一如既往的收钱,称重,然后将面条递给老人。 2022年1月5日,老人最后一次到店主的店里买面条。 用的依然是他精心绘制的纸币。 1月7日下午3点,店主突然收到一条来自买面老人哥哥的短信。 上面说, 你好,我弟弟今天早上因车祸去世了,谢谢你这些年的照顾。 店主心里咯噔了一下,随即驱车赶往老人的家。 看着老人的遗像,店主的鼻子一酸,泪水扑速速滴落下来。 我每天算好时间等他,现在再也等不到了。 这世界上,有些人因为自己淋过雨,所以会在别人淋雨的时候给别人撑伞。 他就是这样的人。 李明的健康生活 李明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年轻人,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新鲜事物的渴望。 工作上,他每天开开心心地出门去上班,努力工作和同事愉快地相处。 生活上,李明是个喜欢到处探店的吃货,下班后会去一些有名的餐馆,去品尝店里的招牌菜。 他说,他要在有生之年尝遍祖国所有地方的名吃,他还把吃饭的过程拍成吃播传到网上,获得了很多点赞和关注。 李明的生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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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明而舒适被很多人羡慕。 然而,命运的转折却在某个普通的日子里悄然来临。 一天,李明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。 他的身材开始发胖,头发也一点一点脱落,精力逐渐下降,甚至感到了一些不寻常的疲惫。 晚上的时候睡不着,早上又不想起床。 有一天,李明在洗头的时候看着水池里脱落的一团头发,他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生病了。 在担心的驱使下,他决定去看医生,寻找解决之道。 到医院后,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咽血,医生告诉李明,他并没有生病,但是,他的身体正处于亚健康状态,已经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。 如果他现在不改变生活方式,以后就会真的生病。 医生建议他,在每天的饮食当中,多增加蔬菜和水果的占比,也要定期锻炼身体,可以尝试慢跑和跳绳。 这个不健康的身体状态,让李明深深的震撼和警醒。 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忽视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。 面对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状况,李明开始思考和行动起来。 他决心改变自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,迈向一个健康的新生活。 李明制定了一个严格而科学的健康计划,包括定期去健身房锻炼身体,改善饮食习惯,以及让自己的作息时间更规律。 起初,他面对这些改变时,感到有些挣扎,但他知道这是必须付出的努力。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,他必须克服一切困难。 在健身房里,李明遇到了一群志同闹合的朋友。 他们也认为健康的身体是生活质量的保证,他们彼此鼓励,相互支持,使锻炼身体的过程,从艰难变为愉快。 这些朋友的存在,让李明感到生活中的温暖和希望,他们共同努力追求着健康生活的目标。 除了健身,李明还利用假期的时间,去了一些美丽的地方旅行。 在旅行中,他不仅放松了身心,还深度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。 这些美好的经历,让他的心灵得到了滋养和治愈。 在改变生活方式的过程中,李明曾经感到疲惫和沮丧。 有时候他会感到备受挫折,甚至产生放弃的念头。 然而,每当这时,他都会想起医生说的话,那让他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。 他不能放弃自己的初衷和目标,于是他继续在身体健康的路上坚定地前行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和努力,李明的身体逐渐变得越来越健康。 皮肤变得光滑红润,头发重新浓密蓬松起来。 精神也变得更加振奋和充沛。 当他在公司上班时,同事们都说他越来越帅了。 他发现,健康的身体不仅让他感到更加快乐和自信, 还让他有更多的经历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 通过这段经历,李明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生活的重要性。 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态,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的美好和丰富。 他决心将健康生活的理念传播出去, 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, 共同追求健康和幸福的生活。